说日本的医疗技术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 应该说呢是不夸大 但是呢说到日本的健康体检的素质 其实呢大多呢是没什么用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日本精神科医生何田秀树 在他的新书里边这样说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健康体检的素质 它是基于被认为是健康的人的平均值而得出来的 并不能完全作为判断疾病的标准 体检结果的素质啊 只要是在平均值95%的范围之内 就会被认为是正常的 那另外5%当然就是异常的了 但是异常并不代表着真的存在有健康的问题 此外呢日本的健康体检 一般会进行啊50个到60个项目的检查 其中呢大约只有5项是有证据支持的 比如说血压还有血糖 那么换句话来说 除了血压跟血糖值超标之外 其余的检查的意义实在是不大的 但是呢也有几项检查 何天医生认为啊 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就是脑CT以及心脏的CT 因为呢日本在内科血管方面的治疗的技术 是相当的高的 在日本接受检查 就可以尽早的发现像心肌梗塞呀 像大动脉解离呀 啊这样等等的疾病 其实啊 日本体检的意义在于根据他预测自己 20年后的健康状况 并不说完全就是眼前的 比如说被检测出三高了 那就是动脉硬化的危险的因素 就要小心自己可能在近20年之内 发生的脑梗和心肌梗塞 要努力的去避免 去预防这哪种猝死的风险 总的来说呀 日本的健康体检 还是有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的